好 大家早安 这一集的全球现场 我们先来关注到巴西总统 他在今天是证实了 有一架载有62人的客机 在当地时间9号坠毁 那地点就是位在圣伯罗的郊区 机上载有57名乘客 以及4名的机组人员 那目前研判机上一共61人 是全部都身亡了 但是并没有造成住宅区的任何伤亡 我们先来看一段CNN 坠机失事的画面 你会看到这些团队的团队 距离到17,000区的团队 在一分钟 并且看着这些团队的团队 这些团队的团队 有57名乘客 四个团队的团队 很多人的团队 在这一刻 这一刻的团队 在一个住宅里的团队 这是人的家庭 你能看到这些团队的团队 在那一刻的团队 我们知道 没有团队的团队 都告诉我们 幸好没有人被团队 没有人死亡了 好 从画面当中就可以看到了 客机他疑似在空中 失去了动力之后 盘旋打转多圈 结果就迅速垂直地坠毁在地面 而且直接都坠落在了一处的民宅 现场还浓烟密布 甚至起火燃烧 这架ATR72500型客机 隶属于巴西当地的航空公司 从巴拉纳州卡斯卡维尔起飞 他飞往的目的地是圣保罗 但是在途中 就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半左右 失去了信号 那目前失事的原因 还有待调查厘清 所以现在各界最想要知道的 就是到底为什么这架飞机 它会突然就这样子下坠呢 好 对此CNN的主播 就分析当时的过程 表示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造成发动机故障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分析 什么你能看到当船空公司 是从海上出现的 是没有向前方的摩托 没有向前方的摩托 没有向前方的摩托 它是在一轮转的转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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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什么 forget that 我认为90秒的软件 是在那些人上的软件 那些人上的软件 和那些人上的软件 I can't even bring my mind to think about it but what took place before it was it an accrual of ice on the wings we know there was high altitude freezing conditions and therefore between flight levels 12 and 21,000 there was could that have been it what could have failed by way of structure of the aircraft how did the pilots respond at any given moment so the last 90 seconds in a sense was the non recoverable soul 这起坠机的事故 造成机上一共61人 是全部都罹难 但是事实上 原本应该有70多人 他们是要登机的 但是最后只有61人 成功上了这班飞机 而有一名错过航班的男子 他就向巴西的媒体 环球报透露说 至少有10个人 他们因为走错了登机口 所以被拒绝登机 当下其实他们 还有一点不高兴 但是在得知飞机失事之后 他的双腿是忍不住 开始战斗了 一方面是为这些 罹难者感到难过 但是一方面 他又很庆幸 自己没有登机 结果就逃过了一截 也感到相当的震惊 好 另一个焦点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 中东的局势 哈马斯领袖遇刺之后 伊朗不断的扬言 说要报复以色列 不过现在传出 为了以哈停火 伊朗是要暂缓 报复的行动 那美国埃及 以及卡达联合提出的 以哈停火谈判提议 现在也获得了 以色列的同意 不过同样宣称 要报复以色列的 黎巴嫩真主党 据传火力雄厚 让以色列十分的忌惮 被炸毁的建筑 冒出滚滚浓烟 道路布满瓦利碎片 有人躺在担架上 被紧急送往医院 以色列再度轰炸 加萨两所学校 造成18人丧命 以哈战火还在继续 中东紧张情势 更不断升高 借哈马斯政治领袖 哈尼亚及真主党军事指挥官 相继遇袭身亡 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宣告报复以色列 美国总统拜登 和埃及卡达领袖 联合发表 加萨最终停火计划 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 下周回到谈判桌 虽然伊朗不断指控 以色列企图在中东地区 扩大战争 但也同意 占缓报复以色列行动 一同朝加萨停火迈进 相较于哈马斯 以色列似乎更忌惮真主党 因为他们非但库存 高达20万枚 攻击范围涵盖整个以色列 就算不与伊朗合作 也能单独攻击以色列 随着战鼓敲响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民众 人人自为 而伊朗的另一股代理势力 叶门反叛军青年运动 也加入报复行列 宣承愿意配合任何反抗轴心成员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接着张会综合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等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